当柯文哲他为了要帮他的民众党的候选人 然后我们这几天看到声量 这是我今天早上十点的时候拉的声量 你可以看得到陈其迈 李梅珍跟吴义正 那你看到这三个的声量 蓝色的是陈其迈 红色的是李梅珍 黄色的是吴义正 那你看到吴义正 在柯文哲强力拉抬的一个结果之下 还是完全没拉起来 而且还是远远的被抛在后 那到底拉起来是谁 我们再看另外一份 同样也是做网络声量的 这个最高的是陈其迈 第二高的是李梅珍 那第三的呢 对不起 第二高的是谁 第二高的是柯文哲 那第三的是李梅珍 最下面的是吴义正 那到底谁要选啊 那我搞不清楚啊 原来高雄市的部长 还有一个隐形的候选人啊 那个就是柯文哲 你原来没有拉到你想要拉抬的吴义正 你拉抬的是你自己 好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 在白的部分 像现在呢 柯文哲就跳出来说 票投陈其迈就是惩罚自己了 他代表的体制跟体系有问题 然后陈其迈就回说 人民才是最大的陶贵 欢迎柯市长多到高雄走走看看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 最新的民调 怎么里面好像还有柯文哲 他甚至比吴义正更高 到底是谁要选 好 这部分我们简短一点 来 瑞德哥 我只知道礼拜六的时候呢 屏东县的坎顶村坎顶乡 乡长补选啊 柯文哲跟蔡壁如也非常认真的 胡选他们民众党所推出来的这个候选人嘛 虽然说短短四十天之内啦 起步啊然后起步晚但是蛮认真 还是输啦 而且是第三名 也就是说你柯文哲 你自己本身就算你派你的爱将蔡壁如去 然后你柯文哲不断加职 也是第三名 这已经是不知道是柯文哲 在各式的选举里面 那么他所推荐的人 那么他所这个等于说 一路这个帮他的人 第几个候选人失败了 吴义正 吴义正的8月15的得票数跟得票率 将见证柯文哲在南台湾 还有没有票房 很简单 他第三次 三度去帮这个吴义正站台 然后呢紧接而来 他还讲说 那么票投这个陈其迈 就是惩罚高雄人 那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 谁跟柯文哲合作 就是在惩罚自己的政党 你知道吗 第一个跟他合作的民进党 你看柯文哲是如何过何拆桥 第二个合作的亲民党 你看看 不要说 不要说黄珊珊从 那个议员台北市议员 被柯文哲 这个带叫去升官成副市长 事先都没有跟亲民党打招 连吴义正是亲民党的高雄市议员 那么把他叫他来补选 这个高雄市长 也没有跟宋处于打招呼 都没跟他讲一下 对 如果现在还要跟国民党合作 国民党看看前面亲民党 跟民进党的教训 所以谁跟柯文哲合作 谁就是惩罚自己的政党 你知道吗 所以但我看不出来 为什么票投陈其迈 就是惩罚高雄人 我不知道 我倒知道高雄人上次不小心惩罚了自己 一年五个月 所以高雄人在外面 人在台北人在哪里都在笑你们高雄人 说发大财发大财 终于 终于在6月6号你们摆脱了这个耻辱 那么至于呢 你们要怎么 刚刚黄近平所讲的 大部分对 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要纠正一下 陈其迈没我们贏的 你们赚没我们输的 因为他这样一讲的话 投票率就会变低了 你知道吗 你不选投票一定要出来投票 你要支持陈其迈 对吧 你要支持什么人 你不出来投票 都不可能真的会担贏 你真的支持他 欢迎让他赢得好看